男人首次看到自己的克隆人 他叹为观止 就像照镜子一样观察对方 由于二者的DNA序列完全相同 即使是面部细小的纹路都丝毫不差 甚至那手掌中温暖也是那么真实 可这样接近百分百的相似度 却也让男人内心产生了极大的负担 原来男人卡梅隆查到了自己身患重病 肿瘤晚期癌细胞不满全身 即将命不久矣 他舍不得幸福美满的家庭 温柔体贴的妻子 和活泼可爱的儿子 想到他会死于任何一次癫痫的法作 决定利用克隆人来代替自己去陪伴家人 克隆人作为这个未来世界尚未大范围实施的技术 只要克隆成功 就能代替尸体 去完成他此生未了的心愿 卡梅隆来到隐秘于深山中的实验室 医生在门口早已等候多时 在简单商定了一些注意事项后 卡梅隆被带到了里面的一处房间 自己的克隆人正安详地躺在椅子上 医生看出他脸上的震惊与疑惑 告诉他自己定类中的癌症因子 在克隆人那里已经被移除 不用担心会像自己一样的癌症 但这种熟悉感却让他感到莫名的恐慌 巨大的道德感屹立在卡梅隆面前 他恐惧般地放开了手 他无法说服自己让眼前与自己一模一样的克隆人 代替自己与家人相伴 这对卡梅隆来说是一种无以言表的抽离感 而出于人类伦理道德的束缚 他也认为这对自己的克隆人来说 是一种不公平 既然他有了人类的意识与实体 却无法真正掌控自己的人生 没有自由意志 而是在事前设定好的生活轨迹中 作为代替自己的身份而存在着 对于人文意识强烈的卡梅隆而言 这些都是无法接受的 但与医生的第二次相见后 医生告诉卡梅隆 每一个克隆人在去往远主的家庭前 都会被抹去自己是克隆人的所有记忆 不会有什么道德压力 甚至对于克隆人而言是一种恩赐 看卡梅隆依然有所顾虑 医生便安排他与上一个克隆人凯特见面 他同样也是身患重病 为了能照顾自己的女儿 才同意了这个实验 卡梅隆看着眼前与真人毫无异样的凯特 观察他的一言一行 心中暗暗也做了决定 经过复杂的心理斗争 他同意了医生的计划 卡梅隆也是对妻子谎称自己出差一周 接下来便是记忆传书 让克隆人拥有卡梅隆脑中的所有记忆 甚至包括潜意识中的记忆 脑海中卡梅隆的回忆不断地重演 那是他人生中最珍贵的一切 与妻子的相逢到相知再到相爱 见证儿子的诞生到第一次开口说话 与家人的温馨时光 与儿子的游戏时刻 与妻子的浪漫约会 这些沧海桑田皆如跑马灯一样 现在一一植入到克隆人的大脑中 那句躯窍即将拥有他最后独有的东西 灵魂 紧张地等待克隆人第一次苏醒过来 接下来将要和自己的克隆人相处一周 以测试他是否能完美替代自己 一切准备就绪卡梅龙从一旁悄悄地走进来 听见自己的克隆人十分深情专注地讲述 与妻子的美好时光 甚至连妻子喜欢讲法语的小习惯都悉数了解 克隆人与实体终于见面 医生为了向卡梅龙演示克隆人更深层次的记忆 让卡梅龙随意说出两个隐晦的单词 没想到克隆人正如自己脑中所想的那样 将场景生动地描绘在眼前 宛如自己曾经经历过的一样 接下来是第二项测试 给妻子打视频电话 观察他是否能看出对方不是真的自己 然而克隆人表情真挚地与妻子对话 开心地聊着即将出生的孩子 以及上一胎的种种细节 这让眼睁睁目睹一切的卡梅龙彻底爆发 下意识就挂断了电话 与克隆人愤怒地开始争吵起来 他心底里依然不愿意相信 这个克隆人能够真的代替自己 如此自然地与妻子畅所欲言 这让他感到害怕 他仿佛一无所有 像被夺走心爱之物的小孩子一样大声吼叫 直到他开始眩晕眼前一片漆黑 倒在了克隆人身上 克隆人十分关切地安慰怀中的尸体 但卡梅龙却丝毫不领情夺门离去 俩人随后来到了岸边 像俩个打过架的挚友一样 相是和好 最后卡梅龙能够与家人相处三天 而他隐形眼镜中的画面能够被克隆人所看到 这作为对他最后的心理评估测试 同时这也是卡梅龙最后的温馨时光 克隆人手上的斑点是与尸体唯一的不同 他用铅笔扎向自己手中的斑点 即使鲜血流出也没有停止用力 作为完全拥有自我意识的克隆人 每一天从真实的梦境中醒来 都渴望自己才是真的那个人 然而看向手中斑点 却绝望又平静地接受了这事实 他通过屏幕看着卡梅龙眼中的世界 可快要到家的卡梅龙却在一次癫痫发作 毫无预备地就倒在了门口 此刻妻子正在厨房做着晚饭 只要他转身一步就能看到窗外昏倒的丈夫 卡梅龙拼命地爬起 拖着那沉重的身体 竭尽全力爬到了路边医生叫过来的车 自己则被带到了实验室中 医生为了防止卡梅龙接下来可能死在家人面前 按照合同规定实行备用方案 提前让克隆人代替尸体返回家中 只要接下来两周没有任何问题 他关于自己是克隆人的记忆将会被永久摸去 正是成为这个家的一份子 一切如医生所料 克隆人非常自然地融入了卡梅龙的家 妻子与儿子都没有发现这个丈夫任何一样 除了家中的小狗发现了他不是主人 不停地对他犬吠 另一边昏迷24小时的卡梅龙苏醒了过来 恍惚中得知克隆人已经去往了家中 对此他大发雷霆 即使医生不断地表示没事 都不能平息他的怒火 可看着克隆人眼中对自己款款告白的妻子 卡梅龙那颗悬着的心 才稍稍冷静下来 他送了与自己同病相连的卡特最后一程 手中拿着他送的打火机 这是他生前最爱的东西 看着那平静如死水的湖面 卡梅龙知道自己的日子也要到头了 可随着两周的时间不断推进 克隆人摘下隐形眼镜的次数越来越频繁 这让看不到家人的卡梅龙逐渐焦躁不安 他要求医生终止这个过程 但却遭到了拒绝 理由是克隆人已经有了他自己的生活 也不愿意自己的家人被监视 但这原本是卡梅龙的家人 颇有纠战雀巢之意 直到某天晚上 卡梅龙梦见了克隆人虐待自己的儿子 他实在是控制不住怀疑 趁着夜里偷偷逃出医院 回到了家中 看着自己工作室熟悉的陈列 以及与自己妻子甜蜜的聊天对话 卡梅龙意识到自己可能是多虑了 但自己在楼上的响动 惊醒了沉睡中的克隆人 可他看着突然驾到的卡梅龙 并没有过多地慌张 而是像许久未见的老友一样 让他做自己未完成的事 那便是与自己的家人一一告别 俩人随即就交换了衣服 尽量不要让家人的心情起伏过多 显然这里克隆人已经完全融入家庭 卡梅龙叫醒熟睡的儿子 用苹果汁带酒与儿子干杯 提前完成了他无法参加的成人礼 在有说有笑中将儿子揽入怀中 往后余生会有人伴你成长 伴你生活 即使父亲以后无法亲眼看你玩耍的样子 你的生活依然还会丰富多彩 将儿子哄睡之后 来到了妻子的床上 与自己这一生最挚爱的人分别是最艰难的事 他表情忧伤地告诉妻子刚才做了一个噩梦 失去了你们 那感觉是那么真实且痛苦 妻子如同安慰孩童一般将丈夫搂在怀中 告诉他一切会没事的他们会永远在一起 卡梅龙无法抑制住情感 只能将妻子紧紧抱住 感知这最后一刻的温暖触感 与家人正式告别后 卡梅龙这时才终于认同了自己的克隆人 将手中的戒指交付于他 放心将自己的家人完全托付于他 第二天早上他自己是克隆人的记忆也完全清楚 从此以后不再有什么克隆人 而只有他自己 他就是卡梅龙本身 但在此之前 克隆人给卡梅龙留了一个礼物 来到了房间中 卡梅龙看着屏幕中妻子的影像 瞬间就明白了克隆人的用意 屏幕前的人呼唤妻子的名字 不停请求他对自己表达爱意 看着克隆人所做的一切 卡梅龙此刻无比动容 眼泪划过他的脸庞 这段影像将在他生命终止的那天 成为他脑海中反复上演的永恒画面 本片《天鹅晚歌》是由苹果自家的流媒体平台出品 所以纵观电影中 各种未来感十足的科幻设定极其特效 都能熟悉的发现与苹果公司家 那简约追求单一设计感的风格结合起来 而本片也是一部披着科幻外衣的温情类型片 以此两种类型元素探讨了克隆人的伦理道德问题 并罕见地又抛出了一个新命题 即如果克隆人对自己的身份不自知 那么实体是否仍需要抱有道德负罪感 而电影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对峙中 选择了前者 以一种温暖的方式 让原主与自己的克隆人达成了和解 另外关于有自主意识的克隆人 对于自己身份认同的问题 也被主创用记忆消除这项技术 巧妙地化解了 总的来说本片在有限的主题内 真正做到了极有视觉奇观 又真挚感人 不乏是一个小品级的科幻家族